这个鸡蛋看起来还好 没换 8个鸡蛋 5块6毛钱 昨天晚上买的 买的比较少 我怕买多了这个萌度比较高 容易换 这个里面装的全是米 小米 黑米 还有一米 这是枸杞 再放点花生 再放点这个黑米 倒点水 稍微的淘洗一下 下面没人的话可以倒下去 这个凉水不要紧 倒锅里 把这个鸡蛋也洗一下 凉水下锅 盖上盖子 大家好 我是鱼眼 现在是终于安装完了 然后稀饭呢就在后面煮着呢 今天呢出个视频 主要是和大家聊聊天 回复一下大家平时评论区 还有留言中最常问的问题 然后这两天我也整理了一下 对于大家问的问题呢 我也没有一一回复 因为这也不是说答几个字 就能说清楚的 今天呢就出个视频 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也是我最近这几天整理的问题 大家最问的最多的 然后第一个是为什么从之前的公司离职 第二呢是网络小秋妹 还视频高空追落 第三个呢是 我在塔雕上的各种违规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我为什么要喝塔雕 那个空调水 在南京配球完之后呢 每逢配到西安 在西安上班呢是三个人上一台一起 一天上班八个小时 一个月工资呢是七千多一点 然后呢那个休息时间是特别多的 休息时间多人就变得懒 然后那段时间呢 天天躺在床上玩手机 然后感觉四肢都快躺退化了 刚好那段时间是四月份 然后我妈是生命住院 然后我妈出院之后呢 我爸紧接着又住院 而且呢是 关于我比较早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去年十月份 那个活结束的 然后是一月二月 将近三月 这三个月是没有任何收入的 就是在家里留过 父母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呢 看着自己无能为力的样子 然后 那段时间过得真的很压抑 将近有二十两天没有更新视频 看着二十多岁的自己 每天变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自己都看不下去 所以呢 我就想着辞职 换一个环境 好好拼一下 还有呢就是第二个 小邱妹这个事情 大家都说 小邱妹是在下班的过程中 拍视频 高空坠落的 这个呢 他家人已经澄清了 人家是在下班的时候 脚踩空了 而且当时手机之类的 全是在包里面 其实塔利尔斯基这个职业呢 每天上下班爬妻子 是避免不了的 我只想跟我的同行说 上下班都注意一下 还有就是 大家说一下 不要一味的跟风造谣 还有呢就是第三个问题 我在塔利尔上的各种 违规 其实我从生活区 到塔利尔下面 一直是戴着安全帽的 但是上塔利尔的时候呢 帽子就会卸掉 只戴一个手套 其实呢 上下爬塔利尔 其实穿着呢 是越轻巧越了 手里不要拿东西 这是最好的 因为上高的话 你拿了很多东西 而且脚上不方便的话 反而就是成为累赘 其实呢在这一方面呢 我知道大家没有什么恶意 就是处于大家对我的关系 很感谢大家 后面的话 我也会去多注意 多使用安全带 还有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我有一期视频呢 是在门口 拿那个空间水瓶子 接那个空调水了 但是我没有说我要喝那个水啊 虽然我这个人情长很低 很直白 但是我又至少就没啥问题 而且呢接的那个水就是用来擦玻璃 然后擦这个地板 打扫卫生的 然后平时也洗洗手 就是留下去也就浪费了 但是没有说是我要喝 所以呢当时我回复了几个评论 但是最后评论越来越多了 我没办法回复了 所以我就沉默了 没有回复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晚上时间说一下 好 今天就会先这么吃 如果不出场问题的话 明天继续更新 我是鱼野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